我知道啊 因为我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 从土舌头一直到最后那个东西 总共被我切成了 90堂课啊 讲到你听懂 讲到台湾社会接受 我不是累死了 那我就直接秀成果给你看不就好了吗 好不好 有没有鼓掌啊 你来 郭靖你来 来来来 你的麦克风在你的左边 你要谢谢人家 用麦克风说谢谢 谢谢 他叫郭靖 黄荣的老公啊 像不像 对我也觉得很像 我教了他 我不知道几个月吧 我每次都忘记 我是个很健忘的人 我教过他啦 教过他一些这种东西 但不是教个几年几年这样子 因为他不住台北啊 然后 陆陆续续 也会有他的师资 我有训练大概250位老师啦 在全台各地 在云林有十几位啦 他们也非常适合在每个桌子当桌长嘛 对他们也很适合啦 我现在就用他来当例子 跟你们解释 那90T到底在干嘛 这样好不好 那你比较快 要记得拿麦克风对不对 你跟大家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静 我是郭静 请 指教 请指教 你知不知道有90T 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现在 你们开始照这个看咯 开始照这个看咯 我现在在第一阶第一T哦 开始咯 他当鹦鹉就对了 好了 开始咯 33 33 这样叫做第一阶OK吗 这样知道了 第一T嘛 第二T哦 台湾双语注音符号 六十六音 有没有看到 就在那边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六十六个声音嘛 你会不会 会 郭静好可爱 开始咯 你们不要念 想学自己找时间跟道场约好好学 不要这样子念 让他念 好不好 你们听得出来吗 不太一样的声音 对不对 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说 如果可以印出来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去录音间录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解说一下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做海报不是很好吗 我通通做完了 都在YouTube上面 全部都在上面了 我就是很仔细地解释完了 纯粹示范也有 我好好解释也有 我好好解释还分两种 一种叫做专家学者听到打瞌睡版 我连续讲了二十六分钟 跟你解释 这个注音符号表 到底在说什么 你也可以不要打瞌睡 你就直接听我直接示范就好了 你当然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嘛 好不好 G G 7 7 C C G G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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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得出来吗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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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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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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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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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第二题结束 66个 大概学多久 看你多认真 你知不知道这个叫做 台湾孩子学英文的第一课跟第二课 现在台湾孩子学英文的第一课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直接跟外师说How are you 没错吧 这是什么颠倒的逻辑 你什么都不会跟人家讲How are you跟什么 或者是我们的第一课就变成 Tree Bear Apple Monkey 不是这样的 老老实实的从根扎起吗 跟我念一遍 你们念然后我接下来 第一阶 第一阶 第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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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阴 八十八阴 potem i want to know What is that? 我们一起念了啊 第一阶 第一阶 第四题 两百八十音 我随便挑里面的 P-L-A-Y 叫做play,对不对? play那个字你们知道很难念吗? 对不对? 可是他会念吗?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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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play two play three 什么叫play one?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说的台湾的下一代应该长这样 你说什么,我会说 我没有为难他吧 什么意思?不知道 没说吧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他才刚刚 他才学四弟 他才刚刚开始做这件事 等到他的左脑发达一点以后 上了国中 真的可以去记单字的时候 再去把它记下来 你趁他还很可以 像海绵一样的时候 赶快让他嘴巴可以念出无数的东西 这样子 好不好 好 280音就先这样子了 因为我们太多东西要展现给你们看 再来跟我念 第一阶第五T 八千八百音 我们就拿刚刚那个 play,play,play,p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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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来当例子 我是不是从里面举出一个play 那他就用play来练习八千八百音给你们听 开始 鼓掌 开始当英误咯 什么意思 最好你会啦 没错吧 在台湾这样的小孩在学校 就是英文鸭蛋 零 你看我们台湾要不要改变 每天 每天都在PLATE PLATE 每天都在说这个 每天保试买都在说这个 这样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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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类水壶掉了无数次 英文有变好吗 你还要等多久啊 这次觉得现在又会变了 这一次不一样了 你根本换汤不换药 你还在备单子 你早一点备单子而已 我跟你说 早一点备单子 是早一点把英文搞烂 小孩的脑袋不应该在小学阶段备单子 我们全台湾都在虐待小孩 你们都不知道 集体虐童案 知道吗 好啦 我不说那些事情啊 他刚刚讲的 PLATE 有20个声音 他听到我出一题 他就不假思索地念出20个声音 这样懂哦 我请他再念一遍 我这样敲 你就停 懂哦 开始 PLACE PLACE 这个叫做P-L-A-C-E 一个PLACE 一个地方 再继续 PLACE PLAC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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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是盘子 现在有两个单字咯 有两个单字咯 再来 PLACE 等一下 好 怎么念 PLACE PLACE 你有没有觉得郭静超可爱的啊 超级可爱啊 一定要从头对不对 从中间不行 从头 我觉得这样超赞的 这样叫做 如果有脑神经的那种背景知识 这种应该叫做烙印了 对不对 他烙印了 他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 就对了 好 给你从头来啊 PLACE PLACE PLATE PLATE 等一下 PLACE PLAC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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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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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现在武汉肺炎这个疫情 瘟疫叫PLAKE 瘟疫叫PLAKE 知道咯 我证明一件事情给你们看好不好 PLACE PLACE PLAKE PLAKE PLATE PLATE PLAKE 第七个嘛 你念七个 前六个不要念出声音 知道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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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预备 去 第七个念出声音 好 来 预备 去 PLAKE PLAKE 然后这样叫瘟疫嘛 你们可以理解吗 是这样在 是这样来证明 他 迟早可以把 发音又念得漂亮 又可以把单字背起来嘛 那是迟早的事情嘛 那他现在是不是PLAKE 怎么念 怎么拼 是瘟疫 这三个对他来说都是未知的事情 我们先把一个未知先去掉 叫做他一定会念 第二个怎么拼 是下一件事情嘛 下一件事情才决定怎么拼嘛 好不好 下一件事情来念看看 第一阶第六题 萧博士调音字典 你们看我这边 我编了五千个字 五千个字的字典 可以应付他到高三了 五千个字 那五千个字 我都用那个注音符号 新的注音符号 一个一个一个 把它标注出来 我连KK音标我也标注出来 它的中文意思 我也标注出来 可是我的排法 不是A到Z的排法 我的排法是 声音来排 就是所有的R的母音的声音 的字 我通通排一起 所有的A的 我通通排一起 它叫做调音字典 它不是正常字典 当然你也可以查 我没有做索引 它真正的逻辑叫做 小孩子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放我的CD 我录了五千个音档 你就听我念 我念 你就指着那个字 这样看下去 耳朵听我念 手一直指 这样来学spelling 这样来学怎么拼字 我没有要考它 它就一直看 因为它有些规则 现在台湾的教法叫做 我告诉你规则 然后马上考你 那叫演绎法 我的是归纳法 我的意思 我不跟你讲规则 我就是逼你用归纳的 你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听 一直听 到后来你脑袋 自己会形成一个规则 因为你看到 所有的念A的 都是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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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久了 你自己就知道 那就一定AY 这样叫做母语的学习方式 外国小孩就是 大量大量大量的 看到东西 看到东西 我为台湾孩子 设计的条件字典 就是这样 只是我把那些事情 浓缩到一本字典里面 你就一直听 一直看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然后时间的关系 第七T 是不是开始 萧博士胜选 童谣 有没有 童谣是什么概念 你们看老师这边 很多人都质疑我说 你就每天一直交发音 交发音 交发音嘛 最基本的发音 最基本的发音 什么APP 人家都认为说 只是单字单字单字 没有句子 对不对 我就说 当然有句子啦 现在就叫做记者 你第七T 就带句子来 叫做 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st My other day Little Johnny wants to play 的那种东西吗 我总共写了42首 童谣 我挑了42首童谣啦 儿妈妈童谣 西方文化的经典嘛 大概500首啦 我挑了42首 那42首 我都把它用 那种东西啊 奇迹目啊 那个 一格一格的 注音符号 对不对 我通通排出来了 我现在跟你们说的事情 都已经做完了啦 排出来了 我也去录音间录完了 我录的方式是 从分解动作开始录的 例如 Rain Rain Go away 这样叫做分开的 再快一点的叫做 Rain Rain Go away 这样 在母语人士的速度 叫做 Rain Go away 我录了42首 我还请设计师 画了42张海报 你们的右手边就看到 在底下那一排 是42张海报里面的十几张 你们通通转过去看它 好不好 上面的中文字 我请书法家写 因为我替它写了一首诗 每一首童谣 我就给它取个名字 我写了一首诗 总共有42行 分成三首 14行诗 OK 你们看着那一面墙 对不对 上面是我写的预言故事啦 鼠牛虎兔那个 我希望你们感受一件事情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感受一下 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的英文课本 难道不值得长这样吗 你懂吗 它是一种 值不值得的问题吗 好啦 回头看我这边吧 我们要替 这是团队 我真的命很好啦 我的那个 眷属事件 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的团队非常厉害 我们要替团队鼓掌 好不好 童谣我随便请他念一个啦 你念什么 I don't know 随便 Humtidum she sat on the wall 好不好 好 Humtidum she sat on the wall Humtidum she heard the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Nor the king's men Quantin put Humtid together again 第一阶的第七T 是我的童谣 像他刚刚这样的童谣 这里要四十二手 他都会背了 他会的东西可多了 这样要四十二手 然后就到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叫做预言故事 因为预言故事 是我写的 就没有版权问题 儿妈妈童谣够老了 也没有版权问题 要不然我应该想要用的是迪士尼的歌啦 可是我不能用 因为那会侵权 会被告死啊 所以我就自己写预言故事 我自己写了十四首预言故事 我们做出了 做出了鼠牛虎兔嘛 我们做出了海豹 做出了3D的小公仔 我们做出了凶章哦 反正你想得到的周边啊 你要听清楚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哦 台湾的政治都在开支票 然后等着水壶跳票 等着水壶跳票 我现在成立一个政党 叫做台湾双语无法党 我是党主席 过干瘾 本党现在大概500个党员了 我想要本党有300万个党员了 民进党才30万人啊 我要的是真正的党员啊 就是你真的听懂我要干嘛 你也真的想要造成那个改变 你就加入我的政党 让台湾社会看到力量 你知道吗 那是最直接的方法 要看到力量啊 我们的党就做一件事 我们希望立法院把那个注音符号表 三读通过 变成台湾以后的体制内的注音符号表 成功我们政党就解散 我写在党章里面了 一成功就解散 你没有看过这种政党啦 都是留下来 好了不要说了 一成功我们就解散 懂了吗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啦 然后我现在很严肃的告诉你们 我没有在跟你说 我想要做什么出来 我没有在跟你说这个 我都在跟你说 我已经做好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跟你说已经好了 这个人已经学完了 你知道吗 他学会了 海报都做出来了 胸章做出来了 我们的教具啊 其实都做出来都好了 这个东西啊 叫做奇迹木 它是教具 它可以把 刚刚刚我们说的东西 后面是纸铁嘛 可以粘在黑板上 这样叫D 这样叫做D 然后它可以拼出 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它可以拼出 英文世界的每一个字啊 就像BurBurMurfer 可以拼出 中文世界的每一个字 一模一样啊 所以这一盒东西 叫做奇迹嘛 奇迹木啊 奇迹木啦 它可以拼出 英文的所有的东西 我在做什么 我的党在推这件事情 让它入体制 对不对 然后人家就会说啦 你只有66个 诸音符 要有什么屁用 对不对 我就说没有 没有 我把所有的童谣 统统用这个拼出来了 我们已经拼好了啦 然后把所有的预言故事都用这个拼 我把莎士比亚通通用这个拼 我帮台湾写了一个自我介绍的文 也用这个拼 你就想象台湾以后的世界叫做 只要看到英文出版品 愿意的话底下都有那个注音符号 这样叫做没有人不会念了 要不然怎么台湾双语你跟我讲 看音标你也不会念 看了音标你也不会念 学了自然发音你也不会念 大家都眼睛遮着 假装没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跟你说你就是不会念 有了这个你就是不会念 就这么简单 证据就长这样 我请他念预言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 我自己写的 老鼠的预言故事 来 A mouse A mouse A mouse A cheese A mouse and a cheese A cheese and a mouse The mouse was hungry Nothing to eat The cheese was there Nowhere to go The mouse saw the cheese The cheese saw the mouse They saw each other One is the other Happily ever after Happily in each other 我今天比较激动 我今天比较激动 耽误你们十分钟好不好 好 现在是第一阶的第八T 它会被十四首预言故事 现在要到第一阶的第九T 就是我的大本行 我翻译了十四行诗 我翻译了一百五十四首 你会被任何一首 你会被任何一首十四号诗吗 我 不会 你会念小来 Compare 我会 你不是说不会 我说 哦 你不知道那什么 我说 郭静 什么 鹦鹉 你说念那个什么 念那个小来 Compare thee 对啊 好 那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莎士比亚 你刚刚不是说 不知道 第几首 第十八首 加油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s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ve went to shake the darling birds of May And summer's late has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s to halt the eye of heaven's ey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nfliction dimmed And every fear From fear Sentiv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m chant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y Nor lose Positions Of that fear Thou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This ma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I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HD To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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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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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Go Go 他会十四手 高级的莎士比亚 总共一百五十四手 他会一手 手会一手就会两手 你们懂吗 那时候就开始有 非常伟大的社会改造要进行了 就是你身为家长 你想要你儿子 那就多倍几手莎士比亚 你想要你儿子保持同心 就多倍几个 这一张 懂哦 如果你说 我就是要我儿子去做行李 我不要他出口成长 我要他出国赚钱 我不要你那些文化的东西 我要他会介绍自己 没错吧 实用主义 我们台湾是实用主义还是浪漫主义 不可以啦 不可以 但是我们慢慢转型嘛 实用主义到后来就是菲律宾啦 师父讲话比较看来 实用主义学英文到后来就是菲律宾的英文 够实用了吧 菲律宾应用啊 够实用了吧 就这样啊 好不好 但是这个选择是你们的 我通通列给你了 自己选 他会自我介绍 我帮他写的 你到底知道什么是自我介绍 我知道 好 你给我念大声 好 good morning But I love Taiwan Do you know there the famous saying about Taiwan It goes like this In Taiwan, the best scenery is not her mountains It's not her oceans, but her people As a Taiwanese, I can assure you The mountains and oceans are so beautiful The air is a time for So please, when you do visit Taiwan, call me I will personally show you her best scenery 第一届 第一届 的 第一届到第十届 这样 还有几届 八十届 第一届 好不好 懂不懂 懂不懂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太多了 好不好 要学 留下来 知道吗 不学就算了 你继续去何佳人啊 对不起 不是啦 不是 我不可以不说出来我的想法 何佳人的意思是一个代称而已啦 你要嘛你学这一种 我亲自缴 钱给道场 要嘛你就去学校继续背单字嘛 然后 幻想事情会不一样啊 好不好 他会的 其实超多的 你到底会不会 我真的 你会不会大学知道 在明明德 会啊 来 预备 气 你说那个念大学啊 你到底会不会啊 会啊 大学知道再明明德 再轻盈 再执 至善 至之后有地 第二后能静 见后能安安 后能律 律而后能德 为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经道已 古记于明明德 于天下者 先知其国 于知其国者 先其其家 于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于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于正其心者 先成其 于成其一者 先知之之 知之再格武 互格而后自治 知之之而后一成 一成而后新政 新政而后生修 生修 而后加起 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 之天之以 之语述人 一世界以修身 很稳 其本乱而莫自者 佛而以 其所后者不 其所不得 后未知有业 我跟你说啦 你老师是没讀書啦 就是我啦 我连他背完了 我都不知道 台湾的下一单 应该长这样 中英文 双母语嘛 应该长这样 肚子里面墨水 多到满出来 童真继续保持着 这个人快六年级了 是吧 我本来就六年级 对不起 你们千万千万 不要忘记 你今天看到什么 这一种人类啊 地球上 没有第二个地方 培养的出来 只有在台湾培养的出来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背那个东西 是老骨板填鸭教育 它可没有填鸭的样子 这是他做的 老鼠啊 跟启司啊 你在看天才 好可爱 蛮静的 你做的吗 你不要以为 在那边死背书 会变成 它是 它是 这样子的 中英文 经典 双母语教育 养成出来的 我认为是非常标准的 你也不要说他一百分 我觉得他就是 就是很正常啊 我的每个孩子 跟他念的英文都差不多啊 他们如果有中文读经 就跟他一样 没有中文读经 就是不会那个东西啊 我一直要讲 因为台湾太多人 误会经典教育了啦 你看他就知道 他没有读 读坏掉 然后 你刚不是送我那个吗 你送我那个卡片了耶 我讲完这个就要休息了 就要 赶快啊 我的卡片了啦 什么卡片 他自己画国画 自己刻 哦 走走 我相信你 他自己画国画 自己刻了印章 那个不是我刻的 画是不是你画的 是 那个哦 都你画的啊 哦 你们看这样 是不是叫做中西河壁 没错吧 这很明显 就长这样啊 好不好 最后一个问题了 反正我不管 我把你们留下来就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啦 学成这样 要不要 要 不就这样吗 我问台湾社会就这样 学成这样要不要啦 要多久 我跟你说吧 最多啦 最多 你几岁 12岁 最多12年嘛 不就这样嘛 我讲的有够白的吧 最多12年啊 你们每个人 从小医学到高三 都学了12年英文 不就这样吗 最多就这样 12年 你的下一个问题要问我 你一定要问我钱的啦 你不问我钱 我不相信你啊 多少钱啊 是啊 不就这样嘛 要多久啦 要多少啦 就是它就是个商品 不是吗 我孩子要穿这样啦 还是要多久啦 要多少啦 不是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把最丑陋的话 先讲清楚嘛 好不好 我现在就跟你讲了 最多啦 好不好 最多 变成这样 最多六年 我们是不会讲台语啊 翻译一下 好啦 at most 6 years 最多六年啦 要不要钱 我交啊 我交 要不要钱 要啊 给到场啊 就这样 我跟你说 你们还不来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 我们下辈子再见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这样 还不愿意来进行 这一场革命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学佛 在学什么啊 这不是菩萨道是什么啊 好不好 就这样哦 那个 吴师姐 好吗 到场 好吗 我们彼此 我们彼此合作一下 好吗 大家都会发现 我也发现 我们彼此 彼此合作了 好不好 那个 很多细节啊 你们再替那个 郭靖鼓掌 好不好 你要 鞠躬 好 我跟你一起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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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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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